前面我们看到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为摄放菩萨收记 收记就是印证 就是给菩萨做证明 你肯定会得懂 那我们这些凡夫 佛可以给人收记 给人做印证 凡夫没这个能力 这是学佛同修 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自己所修所学的境界 请一个人来印证 古时候祖师大德 可以给你做印证 为什么呢 他真的了 慧能大师请 任何尚给他印证 对 今天确确实实 在国内外 有不少人 他们说他正在什么地位了 是一个得印证的 是净空发四个得印证 就胡说八道 我自己没有开悟啊 连出国也没证的 我有什么资格给人认证 那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头脑要聪明一点 不要被人骗了 现在骗人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我在香港 以前宗教局的局长 叶霞文先生 跟我很熟 有一天早晨在一起吃早饭 他就告诉我 国内许多人 拿着法式的招牌 在外头招摇转片 这些事情你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啊 他们调查得很清楚 他说由我们政府来处理 那好 谢谢你们 这种事情 如果从因果上来说 很不好 拿着我当招牌 去欺骗 善男性女 这个罪很重啊 我们也叫你去做啊 你自己干的 拿着我的名义去搞 将来国报都在地狱 很不好啊 为什么干这种杀死 信徒们迷惑颠倒 不研究尖教 所以你会上当 你会被人欺骗 如果你对于尖教通达明了 你一听人一说话 就知道是真是假的 不会上当 不会受骗的 你会被人欺骗的 所以我这个假名 虚名啊 人家拿出造罪业的时候 我也有过失 我们有罪 我有过 他们有罪 我有过 这是不是对我好 不是的 这是害我 这不是对我尊敬啊 拿我当招牌 去骗人啊 学福就是学智慧嘛 学聪明嘛 怎么会越学越笨呢 越学越愚痴呢 天天上当 常常上当 这就大错 这就大错 大错 那么在末法时期 我们自己修学的 自己也想知道 是不是正确 要找个人印证 可以 有必要 找谁呢 找金顶 金顶 给我们印证 这个话 我也说了多少年 金论 印证 我们的知见 我们的看法 想法 有没有错误 打开金论来看 跟金论上 所讲的相应 正确 金论所讲的不相应 那就错了 用这个来印证 用戒律来印证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举止 行动 戒律做印证 所以三藏经典 就是给我们做印证的 帮助我们学习 同时给我们做印证 如果言语造作与戒律相应 那正语 正确 我们的思想 见解跟经论相应 你是正知正经 佛知佛见 就没错吗 别找人 人 真人不录像 录像不是真人 真人可遇不可求 自己来跟你说 我是什么佛在来的 什么菩萨在来的 全是骗人的 哪有这种道理的 他说了就走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为什么他不骗人呢 身份说出来 他就走了 往生了 你再也找不到他了 那是真的 说了还不走 就是骗人的 这不是真的 好 好 好 我来 好 好 小 好 好 感谢观看